第二百八十四集 紫衣男子回头瞥了他一眼 顿时让那个人遗产 而后一眼露凶光 就要向前扑去 抢走针千条 你们这是好大的担子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竟敢在摇池仙石方撒野 真不将圣地的仙子放在眼中吗 也凡大声呵斥 声音传得很远 前方 前来赌食的人全都听到了 闻声后 向后面望来 怎么回事 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 摇池仙石方的一位少女询问 紫衣男子对前方攻守 请摇池的仙子恕罪 我等因一时冲动而吵了几句 远处 殿语楼台间传来古证之音 没有再追问 你猴子 你行 紫衣男子身边的人全都怒瞪叶凡 怎么你们还想撒野吗 要不我们请出摇池仙子 出来评判一番 叶凡看着这些人冷笑 紫衣男子一甩一袖子向前走去 那些人紧随其后 小子 你将欠条好好的给我收着 千万别弄丢啊 其中一人狠狠的望来 话语森然 你放心 我会收好 等你们来还原 叶凡轻轻的弹了弹欠条 而后收入了袖中 里面的院落更加清幽 前方有一个湖泊 虽然很小 但却清澈透亮 岸边爬满了老藤 非常美丽 岸边 石料成堆成井 很有自然的味道 在湖畔 临水而建有一座阁楼 那里居然鲜雾朦胧 阁楼掩映在古墓界 被葱玉环绕 被雾气遮拢 如天籁般的古征之音 正是从那里传出 递宕心神 让人不由自主的放松 古征悠悠 含蓄柔美 清心舒展 韵味无穷 虽然隔着绿音 笼罩着仙物 但仿佛可以看到 在那座阁楼中 有一个仙子在轻浮古征 出尘绝世 不染 陈俗气息 美得让人窒息 仿若有一幅幻境浮现出 云雾飘渺 穷楼玉语若隐若银 一个无暇女子 独立云端 这种乐音 让人心绪跟着起伏 随其音而动 叶凡心中一阵 此人的造诣超凡脱俗 不在话云飞之下 近乎道景 是的 争音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可感染人的心绪 此刻 湖中的鱼儿全都聚在 阁楼前的清水间 摆动头尾 像是在起舞 完全沉浸到了乐声中 叶凡心中暗响 纵然不是摇池圣女 也是一个精彩绝艳的人物 是摇池的传人 他们的圣女真的来了 一个老人这样说道 叶凡回头观望 发现正是那几个气宇不凡 被二愣子噎过的老人 你们怎么知道 二愣子自来熟上前询问 几个老人黑着脸 谁都没有理会他自顾谈话 摇池圣女明懂东方 身份非同小可 恐怕她的到来 会引来不少青年才俊呢 我方才已经看到了 江家的一个小子 摇光圣地 也来了一个 自认为风流倜傥的小辈 都在圣城见过 确实来了不少人 还有几个小土匪也跑来了 那几个混蛋 该不会是想抢摇池圣女吧 真要那样做的话 那太有意思了 摇池果然不一般的 无论是我们那个年代 还是当今 同代的人都无法抗拒他们的嫌疑 这几个老人明显来历非凡 叶凡暗自庆幸没有得罪 他相信 二愣子那样说话 像他们这种身份的人 想来根本不会在意 同时 叶凡也很惊讶 按照这几个老人所说 各大圣地的俊杰都跑来了 摇池圣女的魅力 可见一斑 叮咚一声 最后一声颤音结束 争音渺然 悠悠而止 临湖而立的阁楼 木门被推开 鱼冠走出几名美丽出臣的女子 最后一人如月花遮体 似仙趴土蕊 整个人朦朦胧胧 看不真切 但却给人以无暇无缺的感觉 婀娜玉体 修长多姿 被华灰笼罩 像是历生广寒宫中 圣洁而遥远 让人感觉永远的无法接近 你们这几个泥猴子来凑什么热闹啊 旁边有人讽刺 叶凡感觉腻歪 没有想到 不凑巧 又与紫衣男子他们站在了一起了 这是青霞门的地盘吗 不是的话 你们都给我闭嘴 叶凡扫了他们几眼 好好好 先容你嘴硬 有你哭的时候 紫衣男子旁边的人皆是冷笑 叶凡不愿与青霞门的人纠缠 带着王淑宇二愣子向旁边走去 站在远处 湖畔 绿树成阴 亭台点缀 富有诗情画意 没有嘈杂的议论声 到了这里 人们心灵宁静都在低语 平言城周围有身份的人都来了 如荣祝赌识方 以及一些文派皆有强者亲之 叶凡注意观察 惊讶的张大了嘴巴 土飞 他跑来做热闹肯定没好事 叶凡不禁猝眉 这个家伙是个大喇叭 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能说 土飞与几个年轻人站在一起 一个个或气质彪悍 或匪气十足 跟优雅绝缘 一看就像是流口 那几个老人说的小土飞 肯定就是他们 叶凡挪动脚步 离开那个方位 他可不想被那个大嘴巴子给发现 不然的话 肯定会生出很多事端 有那几个家伙在 多半要出乱子 最起码 土飞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 哎 姚池圣女驾临平言城 不知所谓何时 真的是寻游那么简单吗 很难说啊 姚池向来低调 外人很难了解他们的事情 众人纷纷猜测 目不转睛 凝望临湖的阁楼 姚池圣女被侠物缭绕 看不清真容 但越是这样 越发让人稀计 欲一睹鲜言 他先机欲体 身材按黄金比例生成 怎么看都绝美 不过最动人的还是那种朦胧 看不真切 才更引人 他的声音平缓 如天籁般动听 似暖风吹进人的心田 打动人的心弦 有一股奇异的魔力 直到他话语落毙 很多人才如梦方形 明晓他已说过话 姚池要斩出几块石料 让众人点评 若是眼光独到 姚池将有众仇 这个女子好厉害啊 叶凡心中惊讶 对方的话语 如涟漪一般散开 蕴含道立 让人不由自主地 生出好感 至于 她的声音究竟怎样 竟渐渐地被遗忘了 会被忽略掉 只记得 无比地优美动听 叶凡自语 很不一般的感觉 这就是那几个老人 所说的仙韵嘛 姚池圣女 给人的感觉非常特别 无论是仙驱 还是声音等 都很朦胧 有些不真实 像远在云端的天雀中 是的 总的来说 就是朦胧二字 在她的示意下 几名白衣少女 如翩翩蝴蝶 踏步而来 从蓝宝石般的小壶中 取出九块石料 一字排开 摆在岸边 九块石料 最大的能有两千斤重 最小的不过巴掌大 看起来很普通 并没有出奇之处 诸位可上前 细看这些原石 有何特异之处 摇齿圣女 真的太飘渺了 几近虚幻 声如仙音 光听声音就醉人 要是能娶回家中 这辈子 便再无憾事了 大嘴巴子 土匪咕噜 附近的人都听到了 不远处 叶凡之前看到的 那几名老人 轻笑 小声议论 这几个小土匪 果然想来搞事情啊 他们不敢 不过是来凑热闹而已 摇齿的太上长老 可是跟着呢 这一代的摇齿姓女 天赋超绝 同辈难逢敌手 就是没有人守护 也足以纵横北域啊 很多人向前挤去 观察那些石料 都想看个明白